他這個10個欄位對應10個圖 只是說他的數裡面的資料都還是美元 所以下一個步驟的話 剛剛這一段程式 其實為了說讓同學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我把它貼到雲端 所以你們如果要找的話 可以到第四個單元裡面找一下 這個匯率資料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可以看到剛剛的第一個步驟 一的話就是用4回線增加一個k的變數 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裡面會變的就是這個k的值 我把它用黃色mark把它mark起來 就改了地方 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二個 我需要把這個b的部分 改成一個 會 第一次是b,第二次是c 第三次是一直到k 那要怎麼做 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的話 也是我自己想的一個方式 當然還有別的寫法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應該還蠻容易理解的 在復迴圈裡面 這一行地方 我先產生一個c的變數好了 這個c的變數 那我當然 我想了一個方法 因為我要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一直到k好了 所以我用一個 一個函數叫mid mid的話 錢瓜糊 然後裡面給一個字串 什麼字串呢 分別打上 b c d e fg h j k 那這次不就藍位名稱嗎 對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全部打上去呢 因為呢 我逗點一下 mid的函數各位應該有印象吧 mid就是抓某一個文字裡面的第幾個字 有沒有 所以我就是他問你說哪一個字啊 那我就加一個i就可以了 i的話那不就是他從1到10 沒錯 b到k剛好1到10 那逗點之後的話他問你 第3個參數就是那你要幾個字啊 那你就給一個字就好了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今天假設i等於1 他就剛好抓到b 所以呢 c裡面的 這個值 當他為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他會抓到b 當i等於2的時候 他會抓到c 以此類推 那不就剛好滿足 我們要的這個需求 bcd 1 所以我就再來怎麼樣 我把這個c這個變數 把它塞到這兩個位置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一個連串的一個 這個文字嘛 頭尾前面是雙引號 後面也是雙引號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進來的話 一樣 就是 之前的那個口訣 c要放進來 1 這個地方 先選取b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符號前後把它加個空白 這樣就OK 其實道理一樣 就是把c 串在 這個文字的中間而已 那這邊也是一樣 b有沒有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呢把and 前後加空白 好 那恭喜 這樣應該OK了 所以我們已經把 第二個 資料來源 做一個變更的 我們來試試看喔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 就是把這邊 OK 移到 我把它稍微調一下 那我先把舊的圖刪掉 所以刪圖這個 我們直接cow了 那實際上 那刪圖就是 如果這個裡面有圖的話 全部刪掉的意思 OK 就是把它全部刪除 所以執行一下 裡面就全部刪掉了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試試看 全部折現圖 能不能把 這個 有沒有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有沒有 美元對日幣 然後英鎊對美元 澳幣對美元 這個美元對港幣 分別把它跑出來 沒錯耶 所以你會發現 以這樣趨勢來看 美元對新台幣 一直往下走 那表示說什麼 往下走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 台幣在升值 所以喔 如果一直往下 等於是我們花的 這個 等於是我們的台幣 慢慢 價值比較高啦 所以如果這邊的話 比較 往下走的話 表示台幣是升值 狀態 那這邊的話呢 台幣對 民幣啦 等等的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上下的 這個波動 可以看出 到底是升值 還是貶值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原則上還是一樣 做完之後喔 那我們再來就是怎麼樣 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 再把 乾脆這幾個按鈕把它做出來好了 接下來喔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插入 按鈕 然後這邊的話 你就是再加上 這個是 先做什麼呢 美元折線圖好了 原則上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按鈕喔 先把美元折線圖做出來 然後 這邊的話 複製 我習慣是複製 在底下貼 那總共該做四個好了 第二個的話是 人民幣折線圖 這樣做兩個就可以了 然後底下的話 這邊就刪除圖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 把它做個三圖 然後這個 我習慣是按右鍵去重新指定它 指定它這個應該 這個是全部好了 所以理論上就是 這邊就再加一個 那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結果 就是三圖 有沒有 然後美元折線圖 一個嘛 然後再來就是 人民幣 OK然後再來就是三圖 再來就把圖給刪除掉 然後再全部折線圖把它繪製出來 理論上應該就這樣OK了 理論上應該就這樣OK了 不過這個是不是 我看一下這個圖 它好像這個圖會 蓋到 我看一下 這個好像會 然後 我是建議最後你這個 這個 這邊有一個 OK類似像這樣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 就這樣 你說 就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